冷氣團發威讓急診室也跟著忙碌 根據台東市衛生局統計 淚流感門診人次就有十多萬人 比例比去年多出了一倍左右 併發重症的患者也有十多人 幾乎都是為施打疫苗的 以流感的部分占約急診量的兩成 病毒性腸胃炎占了兩成 流行性感冒其實是以小孩子占的比較多數 病毒性腸胃炎是以青壯年甚至是老人為主 醫師指出今年疫情比去年嚴重 多以流感為主 加上病毒性腸胃炎角菊 兩個病毒性的傳染合併起來 應該就是急診爆量的主因 眼看國中小陸續開學 醫師提醒應該多在口罩多吸收 來避免疫情擴散 就是能夠戴口罩的時候就盡量戴口罩 不能夠戴口罩的時候 就是用那個手這樣子汙著 這樣子汙著咳嗽的話 其實可以減少我們肥膜的傳播 第二個的話 很重要的就是勤洗手 病毒性腸胃的部分 主要的症狀就是上吐下瀉 還有腹痛還有發燒的症狀 那因為最近又有雨波寒流來襲 所以流行的期間會比往年還要延長許多 直到天氣回暖為止 醫師也表示發高燒 全身酸痛和倦怠 是類流感的病症 而拉肚子、噁心和嘔吐等症狀 則是病毒性腸胃炎 如果這些症狀 應該立即就醫檢查 接受治療 避免交叉感染 一人生病全家跟著受累 記者立獎的中藏包 接受靈川 和 komma 和進一步